郑曼清太极拳宗师秘传 近有于金,利有于谷 郑曼清宗师在民国39、1950年出版的 《正子太极拳》十三篇卷下 数口诀篇中首次提到 近有于金,利有于谷之据 于此整段引用如下 九,约能发尽 近与利不同 近有于金,利有于谷 故柔的活的有弹性的是近 刚得死的无弹性便是利 何为发近 放见式的 按放见 是靠公弦上弹力 公与弦之力量 即是柔的活的有弹性的 近利不同 能发不能发 可以建议 此由不过论发尽之兴之耳 于作用上尤为详绩 到了民国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 漫然三论出版 在第四十二页 郑满清写下识破天经之句 同门陈孝莲威名 习太极拳数十年 立与尽未能稀奇究竟 与玄德之山西左祖师来彭之密约 立由于骨 近由于金来恍然大悟 四十年前曾将此言 写于正子太极拳十三篇内 以公诸同行而广其传也 近由于金 金是指肌肉 肌腱 韧带 筋膜系统 结地组织等软组织 立由于骨 骨是指骨骼等硬组织 十三篇中能发近之段所说的意思 近是由软组织的放松而来的 而并非得字鱼骨 头等硬组织的力量冲击 正半清宗师 回忆他的老师杨成甫先生当年教权 一天到晚坐在那里 如不问他 时常一言不发 但这个松字 每天总要讲个几百回 杨成甫先生还讲了一句话 就是不跟你讲这句话 你三辈子也学不到的 正半清先生就怀疑 难道讲一个松字 我就三辈子学不到吗 五十年后想起来 正半清先生说 不但三辈子 也许六辈子还学不到 太极拳说难 就是难在自己挡住自己 不肯松 不知道如何松 身上什么部位要松 太极拳用时 无论如何都要放松 要松到什么程度呢 要松到人家打我 再有力量 也到不了我身上 所以力量再大也没有用 都空掉了 化掉了 甚至能让对方自己跌成重伤 那我打人家呢 把一整个的人打出去好几张外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这是太极拳的一种高深理论 而且是一种合乎科学的杆杠作用力量 不但是哲理与科学合而为一 它能将各种自然原理合并来应用 这你会觉得很难 可是只要真能松透的话 你的太极拳功夫是有练到筋的话 什么都拦不住你 所以练太极拳松为第一 这一点是我正满清自己深深感受到 太极拳的发筋 须经由软组织的放松 才能对以进入柔的活的有弹性的 靠功与弦的弹力 放箭式的发筋不放箭 若是力还在手上 那还是考力量 肌肉骨骼结构的局部力 是刚得死的无弹性降力 这也就是很多太极拳老师 在形容的斗牛推人 也就还是力有于骨的硬力 以上是对于密传既有于筋 力有于骨的初步探讨 你的太极拳基本功 单是操练 套路操练 太极拳发进 有练到筋吗 你的筋与机会动吗 感谢你的观赏 再见咯 欢迎订阅和点赞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是我们做好视频最大的动力 如果有一定会是我们做好视频 请不吝点赞我的频道 那么的话 Livet 然后 我们开始营充赞 打赏